说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元素的索引值 获取元素的索引值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获取一堆元素 比如说获取一堆元素 获取一堆LI 是这样的 LI的话我们可以什么 获取某一个元素它的索引值 索引值是什么意思 用这个什么呢 这个某一个元素它的什么呢 这个index这个东西 获取它的索引值 好 这个索引值有什么作用呢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 非常经典的例子叫做什么呢 选项卡 这个例子我们需要用到这个索引值 好 来看一下什么是这个索引值 这个是获取元素索引值 元素索引值 好 那么的话我们来新建一个H5的文件 然后的话把这个GS先引进来 比如说这个src等于这个GS里面的这个什么 gcori 好 那么的话假如我来一个什么呢 页面上来一个什么呢 UL 是吧 UL比如说点list 然后里面的LI LI的话给它来一个什么呢 编个号 比如说来一个Dollar 是吧 好 比如说再乘以一个8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样一个结构吧 好 这样一个结构的话 假如说我来获取这里面的LI 是不是这样的啊 获取这里面的LI 好 比如说我这里面什么呢 给它拿一个啊 好 嗯 再来写结构 是吧 好 那么所引值的话 首先的话我来获取这个LI 获取这个LI的话是需要什么呢 先写一个Ready吧 是吧 写个Ready啊 Dollar什么呢 Bankership啊 然后是这个 这个是吧 好 然后我们来获取一下 那么假如说我来获取这里面的LI 是吧 这里面LI的话那么就是直接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来存一下吧 挖一个什么DollarLI 就等于什么呢 这个Dollar是吧 里面写选择器吧 是吧 引号是吧 然后是点list里面的LI 是这样的啊 这样就选中这些LI了吧 大家记得 始终记得这个地方 这个里面是写的选择器啊 写的样式的选择器 样式里面怎么写 我这个地方怎么写啊 好 这个选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 那么可以看一下这个里面的它的Lens吧 看一下啊 DollarLI它的Lens 看一下啊 Lens 好 那么我们来就是来弹一下 是吧 来跑一下这个页面 好 这个的话就是什么呢 这个是8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那么就是获取到8个LI 是吧 8个LI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锁影值是什么一回事啊 比如说这第一个LI它的锁影值应该就是0吧 它也是从0开始的啊 好 那么的话如果说我想什么呢 获取它的锁影值 获取它的锁影值 是吧 获取它的锁影值啊 那么这个地方有一点什么呢 我来写一下啊 比如说我想多了LI 是吧 多了LI 多了LI 多了LI的话 比如说哪一个什么呢 哪一个什么 这个过滤可不可以啊 比如说是这个EQ 是吧 EQ 假如说EQ EQ3 EQ3 那么指的是谁啊 指的是第四个吧 是吧 第四个啊 好 第四个的话 然后我再过去它的锁影值 是吧 比如说它的什么 index 这个 是不是它的锁影值啊 锁影值我用一种东西存起来啊 比如说我就直接谈一下吧 AERT一个什么呢 这个多了什么呢 这个多了 LI EQ3 然后EQ3的锁影值 是什么 还是3吧 是吧 就是有浪费啊 是吧 废话是吧 我已经知道它是3了是吧 那么有时候我们是不知道这个锁影值的啊 好 这个的话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看一下这个 是不是弹出这个3啊 弹出这个3啊 好 这个好像是 呃 好 那么如果说我这么做吧 比如说这个 哪一个class啊 比如说哪一个class啊 比如说哪一个class啊 这个class啊 这个class是 是什么呢 呃 class假如是什么 呃 myli吧 这样一个class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还是这样一个class啊 好 我们来获取它的锁影值 是不是这样的啊 获取它的锁影值啊 好 那么它的锁影值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用一个过滤吧 过滤器啊 这个过滤器是哪一个呢 就是前面说的啊 前面说的是 还是class吧 是吧 这个是 filterclass吧 是吧 是filterclass啊 就选择class等于myclass的div元素吧 是不是这个啊 这个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的话就是可以过滤掉那个li吧 就是把那个li挑出来 是这样的啊 挑出来啊 好 挑出来的话那么是什么呢 那么是可以这么写是吧 好 这个的话是很明显 太明显的是吧 这个太明显了 这个是三 然后弹出就是三是吧 好 弹出三啊 弹出三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还是多了li 是吧 好 多了 多了li 然后是什么呢 filter 是吧 filter 是这样的啊 然后是 点什么呢 点这个myli吧 myli myli 这个是不是选中了这个li啊 是吧 假如我想看它的这个锁影值 我想看它是第几个是吧 然后什么呢 它的index 是不是它的锁影值啊 它的锁影值是吧 它的锁影值是吧 它锁影值啊 它锁影值我一样的把它弹出来是吧 alert 是这样的啊 弹出来啊 看一下啊 好 再来跑一下 那么这个锁是什么呢 就是4吧 4是吧 4 4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第五个吧 相当于4是吧 啊这个没问题吧 是吧 好通过这个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的每个元素 实际上它上面已经有锁影值啊 啊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怎么样 获取它的锁影值吧 啊 获取它锁影值啊 就这么这么一个方法啊 好这个应该不是太难啊 就是通过这个方法来获取这某个元素的锁影值 这个锁影值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在什么呢 它相对于什么 同倍的元素的锁影值 明白没有 相对于同倍的元素的锁影值啊 好 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 嗯 这个锁影值是同倍的 就是说这个Li 比如说这个Li啊 它相对于它的同倍 比如说这个Li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吧 一起的啊 比如这个Li就是012 它是第二个是吧 是第二个啊 好 是这样子啊 手影值 好 那么这个手影值完了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 可以看一下一个经典的例子啊 这个的话可以什么呢 可以和这个例子一起练一下啊 好 手影值就这么获取的啊 好 那么一个什么经典例子就是什么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啊 这个选项卡的例子啊 选项卡这个例子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 呃 就是比较比较有代表性嘛 我们很多地方都有选项卡吧 是吧 很多地方也有选项卡啊 好 比如说我们这个 这整体这个也相当于是一个选项卡啊 是不是一个选项卡啊 类似于一个选项卡吧 是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 比如点这个选项卡 显示这个网页吧 就类似于这种效果是吧 类似于这种效果啊 好 我们来做一个这种选项卡的例子啊 好 那么的话 来看一下啊 选项卡 选项卡的话我们 呃 没有什么呢 没有现成的布局 我们先写一个吧 写一个布局啊 好 写一个什么布局呢 看一下啊 好 011 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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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呢 稍微简单一点 比如说这个选项卡呢 这个布局是这样子 比如说这是哪一个dlb啊 这个的话就是哪一个什么呢 这个class等于什么呢 class等于什么 这个btns 啊 什么意思呢 就上面比如说有三个按钮 是吧 这里面有三个按钮啊 比如说 input type等于什么 button啊 是吧 然后的话 这个是value等于什么呢 value等于什么呢 这个是01吧 01啊 这样的一个按钮啊 总共有三个按钮 是吧 总共有三个按钮啊 好 01 02 03 02 这三个按钮啊 好 这三个按钮啊 这三个按钮的话 比如说对应的下面三块内容 比如说我点第一个按钮怎么样呢 就显示第一块内容吧 是吧 好 默认应该有一块内容显示啊 好 比如说下面是dlbclass等于什么 con 是吧 好 con啊 cos吧 好 里面有三块内容啊 这第一块内容的话 就是dlb class 呃 dlb吧 好 这里面是第一块内容是吧 它总共有三个 那么就是 呃 dlb乘以3啊 dlb乘以一个3吧 三个dlb 是这样的啊 三个dlb 好 这个这个做完了是吧 好 这个做完之后我们来写下样式啊 写下样式 那么默认的应该是什么呢 默认是第一个dlb显示是吧 后面两个dlb隐藏吧 那默认的也是这个这个按钮和下面的这两个按钮怎么样 样式不一样应该是这样子是吧 好 那么的话应该这个按钮有一个默认的样式 比如说它的class是等于什么呢 什么呃 current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可以给它一个class的一个active 是吧 ctlb 啊 active 好 那么这样的几个 几个什么呢 我们这里这里标下 比如说这是第一个啊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三个是吧 好 好 这是三个标签吧 三个标签啊 三个这个块内容啊 好 然后的话我们大概这个内容 这个结构写完之后我们要写下样式啊 大概写下样式 写什么样式 比如说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input是吧 input里面的这个样式啊 比如说这个.btns里面的input 是吧 好 它的样式的话 比如说它的宽 假如说是 100px 100px 高度感觉说给个40px 40px 好 那么默认的话 它们的背景色啊 背景色是哪一个什么呢 假如说是 滴滴滴吧 这个灰色 是吧 灰色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input 那么input的话 你如果给它的这个 给它们这个 宽高的话 那么会是什么样子 来看一下啊 大概是这样子 是吧 如果input 你给它们宽高 它是会有这个边框啊 是吧 有这个边框啊 好 我们吧 可以把这个边框把它去掉 那么就用什么 border border 0px 是吧 0啊 border 0就可以了啊 0的话这个 默认是这样子的吧 这样子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这个的话怎么样呢 就是默认有一个是什么呢 是当前的吧 当前的啊 那么就是什么呢 btn里面的什么呢 这个什么 current吧 c-u-r-e-n-t啊 current的话 它的什么 baggon的color 给它来个go的 可不可以啊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是这样子的吧 这样子的啊 是这样子的啊 默认是它是什么呢 它是当前的是吧 啊 好 下面有三个内容 也是一样的 三个内容的话 那么就是这里面的是吧 好 然后是c-u-n-s里面的div吧 好 默认它的宽 假如说是 宽给它一个 呃 500吧 500px啊 好 高度是300px啊 300px 然后背景色给它一个什么呢 go的是吧 go的啊 好 好 这样写完之后看一下这三个 是吧 这三个啊 这三个啊 这三个是不是这样排啊 这是一二三吧 一二三 是吧 一二三这三块内容啊 好 这三个内容 默认应该是只有一块内容显示吧 是吧 一块内容显示啊 那么默认的应该是 它们整体的应该是display 给它来个lum吧 是这样子啊 来个lum啊 那么就是这样的话怎么样 整体都不显示了 是吧 整体都不显示了啊 好 刷新一下 是不是整体都不显示了 好 那么默认的应该是这一块显示 是吧 这一块显示啊 这一块显示啊 我应该是什么呢 这个con里面的什么 con里面的这个 点active 是吧 TIV 啊 active的话怎么样呢 就是它是什么 display 哪个block吧 block啊 好 好 这个的话再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效果是这样子的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 我应该点第二个那么第二个显示吧 点第三个第三个显示吧 点第二个的时候 这个变成这个金色 然后这两个变成灰的是吧 点第三个怎么样 这个变成金的 然后这两个变成灰的吧 这样子是吧 好 好 好 我们把这里面的这里面东西也弄多一点嘛 啊 比如说这个是什么呢 嗯 这个是 选项卡啊 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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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项卡1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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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再点一下是选项2的内容吧 好 好 这个什么呢 布局大概就这么做啊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布局啊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写这个内容 是吧 那么写这个内容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 写这个特效啊 写的特效的话 实际上我们的 学的这个东西都可以了 学的这个知识都可以实现这个效果了 好 关键是怎么样把它什么拼接起来 是这样的 把它拼成这个什么呢 我们要的这个什么呢 需要的这个效果啊 好 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写啊 写这个效果啊 首先的话怎么样呢 我们要获取这些东西吧 获取它啊 好 一样的我们来写GS啊 GS的话就写到这里来啊 比如说先把这个GS引进来 是吧 然后是这个 src等于这个什么 GS里面的什么 这个jcory是吧 好 再来写啊 再另看一个sq标签啊 好 那么一样的我先要获取它们吧 获取它们先什么呢 先拿一个什么呢 翻个选 是吧 这是一个ready吧 翻个选啊 然后这样 是吧 好 接着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首先的话要获取什么呢 获取这个 获取这几个input吧 获取这几个input啊 那么获取这几个input的话 可以什么呢 先把它 呃先把它用一个变量存起来也可以啊 比如说 哇一个什么呢 这个dollarbtn 是吧 btn 是不是就等于这个什么呢 多了什么 多了这个btn 谈一下它的认识吧 这个样式是不这么写啊 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一样写啊 是吧 这个是不是选中这三个input啊 三个input啊 好 再来选择这个div 是吧 这三个div 那么这个 比如说挖一个dollardiv 是不是就等于这个 dollar 这个什么呢 点cons里面的div啊 这选中了是吧 选中了啊 好 那么的话 看一下能不能选中 我会谈一下它的 谈一下它的认识吧 比如说dollarbtn里面的认识 是吧 就可以谈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选中啊 谈一下是不是等于三啊 等于三吧 就选中了吧 选中了啊 好 选中完之后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要做什么事情是吧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我们要点击这几个按钮的时候 是吧 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比如说我点第二个按钮 那么这个按钮怎么样 它的class应该等于current吧 嗯 它就变成了那个金色吧 是吧 然后这个和这个怎么样 就没有这个 应该没有这个样式了 是吧 没有这个样式了啊 好 那么接着我们应该怎么写呢 啊 那么就是什么呢 这个啊 这个dollar啊 dollarbtn 然后怎么样呢 click的时候啊 click的时候啊 好 那么这个click是什么呢 相当于是三个按钮都绑定了这个click 是这样的啊 相当于是三个啊 可以这么写啊 我们之前的话是一个一个按钮吧 这是三个按钮啊 同时点这个click click的时候怎么办呢 那么就是来一个什么呢 方个选吧 方个选啊 方个选 然后一个小货号 一个包货号 是吧 这里面写一名函数 是吧 然后的话这个里面写什么呢 click的时候要干嘛 是这样的啊 好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有一个东西啊 就是什么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里面我点击这个按钮 我到底点哪一个呢 是吧 你这不是有三个吗 是这样的啊 这里有三个 我点的时候到底点哪个啊 是吧 好 这里有个关键知识点 就是有个什么呢 有个什么 z史 有个z史关键字啊 z史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前我点的哪个 哪个就是z史啊 有个z史关键字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里面的z史啊 这个z史是什么呢 这个z史是原生的z史 记得啊 就是说我们click了之后 这个里面有个z史是原生的z史 好 那么如果说我想用Jekory的z史怎么写呢 记得这里要写什么 $z史啊 把它包起来啊 这样子啊 $z史 就是说这个是我点击的 我当前点击的这个什么呢 按钮的这个 就是我点那个按钮 那么$z史就指的是谁 有没有 就是我点谁 $z史就指的是谁 好 这样子啊 如果你直接用z史的话 那么这个z史是原生的z史 就没有其他的 没有Jekory的这些方法 比如说如果就是z史的话 它有onclick的方法 没有click的方法啊 而且也没有什么z史 比如说这个css方法 比如说这个css方法 是可以设置它的什么css吧 如果你写z史的话 z史是原生的 那么它没有css方法 它得只有什么 时代点什么color 这种方法 明白没有 是吧 好 这里要写一下啊 好 z史指的是原生的是吧 z史指的是原生 原生的z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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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史指的是原生的z史啊 z史指的是原生的啊 指的是原生的z史 他表示是吗 他啊 表示当前啊 当前点击的 点击的对象啊 就是我点哪个,this就指的哪个 怎么样没有,是吧 好,那么你这个地方不能用原生的 我需要用什么呢,jecory的这个this 怎么样呢,用多的this把它包起来就行了 好,包起来之后 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呢 就是原生的,就是jecory的 jecory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我点这个,比如说我点第二个 第二个是不是要加这个样式啊 好,它怎么样呢 它add一个class,是不是会加 是吧,好 好,点吧,addclass 是吧,addclass 然后怎么样呢,这个什么 这个current吧 好 这个addclass,这个地方是写的名称啊 不是选择器,所以说就不写点吧 记得啊,这个地方别搞混了啊 我是要加上这个是吧 加上这个啊 好,加上这个,好,加上这个之后 来看一下这个可不可以,是吧 加上这个啊,这一句写完,是吧 写完之后看行不行啊 好,我来刷新一下,是吧 现在说,那么比如说我点第二个,是吧 是不是加上去了啊 好,点第三个,好像加上去了,是吧 加上去,那么应该是我点这个时候 其他两个应该去掉这个,是吧 去掉这个,应该是他和他 不管是谁,应该去掉吧 是吧 好,去掉的话我们是什么 removeclass吧 那么的话,应该是什么 除了他之外,其他的什么样 去掉吧 其他之外啊 好,这里面有个选择器啊 这里看一下啊 我们意思没用的啊 而且是很有用的选择器啊 看一下啊 那么是哪个呢 就是这个 哪个选择器啊 就是这个啊 这个啊 siblings 这个啊 这是转移吧 转移啊 就选择DIV的同级元素 什么意思呢 就是除了我之外的 其他的同级元素 没有 除了我之外的其他的同级元素 就是选择机转移啊 除了我之外的其他同级元素啊 好,这个刚才没有演示的 是吧 siblings 好,那么这个地方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然后我再转移一下 转移可以什么样 直接写到后面都可以的啊 这个叫什么呢 叫我们的这个 这个介绍语的链式调用啊 等会我们还会具体强调的啊 好,这个做完之后 然后他的什么呢 siblings啊 siblings 是不是这么写啊 siblings sib 然后lings 是吧 siblings啊 好,这么写吧 siblings值得 值得除了他之外的啊 除了他之外的什么呢 其他的 比如说我点这个 那么除了他之外的 就是指的这两个吧 这两个啊 好,这两个的话 那么就是什么呢 就是 什么呢 那么就是remove吧 remove啊 remove class啊 class 然后是什么呢 但是点 是这样的啊 current啊 好 最终的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点进这个元素之外 这个元素就怎么样 加这个class吧 那么除了他之外的 其他的就去掉这个class啊 那么不管有和没有啊 有就去掉 没有就算了 是这个意思啊 好 好,那么这个写完之后来看一下 是吧 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那么点他 就可以了 点他 就可以了 是吧 点他啊 点他 好,没问题了 是吧 好 没问题了 那么我们上面这个效果是不完成的 上面这个效果完成之后怎么样呢 下面要关联吧 是吧 比如说我点第二个 应该是第二个显示出来 其他两个隐藏吧 现在默认的是什么 默认的是什么 他显示是吧 他们两个是隐藏的 是吧 如何让他显示出来了 我给他一个class 他是不是就显示出来了 比如说class的active 是吧 active的是显示吧 是吧 假如说我想把第二个显示出来 我就把 把这个第二个给个active 给个class的active 他是不是就显示出来了 是这样的 好 那么我给他active的时候 这个应该是藏起来了吧 他应该藏起来吧 他也应该藏起来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么的话如何 就是说我点第一个 就让第一个显示 是吧 点第二个就让第二个显示 是这样的啊 那么如何关联呢 是吧 如何关联起来了 是吧 那么我们就可以什么 用这个 刚刚我们学的什么 手影值吧 手影值啊 好 比如说我在那里谈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那的一个什么呢 dollar race 啊 dollar race 是不是当时点的这个 这个按钮啊 当时点的这个按钮啊 好 好 我把它的所影值弹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是吧 点index啊 index啊 好 这个弹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好 再来再来刷新这个页面啊 刷新这个页面 比如说我点第一个 是吧 这是弹出零的 好 我点第二个 是不是弹出一啊 弹出一啊 好 我点第三个 是不是弹出二啊 好 那么我把这个手影值 给到下面来 是不是就可以选择 我对应的这个元素啊 是不是可以了 是吧 我用这个手影值就行了啊 零吧 是吧 好 这个没问题了啊 好 手影值没问题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我就可以用这个吧 用这个啊 用这个值就行了 是吧 好 大家记得 dollar race 指的我点击的按钮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用呢 那么怎么用 比如说这个 dollar direb 就是指的下面 这三个div吧 那没有是吧 好 那么什么 就是 dollar什么 div吧 然后是 什么样 eq吧 eq哪一个啊 把这个值放进来 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这个值是不是 我点某一个 这个值就变成 对应的这个值的 索引值啊 这个索引值 给到它来过滤 是不是就可以过滤到 哪个div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给过滤到这个div啊 好 然后它怎么样 它add class吧 add class add class什么呢 这个active吧 active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active啊 好 然后的话怎么样 剩下的吧 就是siblings吧 就是它这个div 剩下的啊 siblings 然后怎么样呢 remove class吧 remove class啊 然后这个 什么active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 这样写啊 好 这是这样子啊 好 这个写完之后 来看这个效果 是吧 来刷新一下啊 那么的话 点击这个 是不是第二个啊 第三个 是没问题了 这个没问题了啊 好 这是关于选卡的原理啊 选卡的原理啊 好 这个可能需要花点啊 可能要稍微的理解一下啊 好 再写一下啊 比如这个是什么呢 啊 当前 当前点击的按钮 加上 加上current current样式啊 样式 除了当前啊 其他的啊 其他的按钮 去掉 去掉current的样式啊 好 那么下面这句是什么意思啊 下面这句是吧 下面这句的话就是 当前点击的按钮 对应的 是吧 点击的按钮 当前点击的按钮 对应 对应 锁引 锁引值 的 DIV 是吧 加上样式 是吧 加上 加上 active样式 是吧 ACTIV 加上active样式 然后除了 那么其他的是吧 其他的 其他的 去掉啊 加的去掉 这个active样式啊 DIV 好 样式 好 这个啊 好 这个就是这个经典的例子啊 就是 说的这个什么呢 选项卡啊 选项卡的例子 好 好 爱 好 感谢观看